答案在文章末尾揭晓,A,B,C,D,答案在下面选择A的人,你今生可能没有负贵命,你是个很喜欢享受的人,对自己的要求不高,总是有很多理由来劝服自己, 即使环境已经很恶劣了,你不会去创造好的,而是选择去适应,你这样的性格比较适合安逸,但过分的安逸,可能是能过平凡的生活,选择B的人,你今生的偏财运很好,你是个大智若鱼的人,在生活中你经常吃一些暗亏,好像每个人都能很容易欺骗你,但你坚持做自己认为正确的, 你内心潜藏着探索欲望,还有不服输的精神,你的努力很容易受到命运的眷顾,偏财运很好,选择C的人,你今生是妥妥的负贵命,你是个GNCA的人,内心非常平和,没有别人黄色性格中无限的欲望,也不像蓝色性格那样容易退缩, 即做事情永远有B计划,或许你给自己留着成功的机会,在机遇来的时候,你会紧紧抓住,实现自己的梦想,选择D的人,你今生可能只能衣食无忧,你是个比较自私的人,不喜欢掺和别人的事情,但别人也很难走进你的世界,你的封闭可能让你的人脉比较窄, 即使赚了大钱印,很容易因为无意中得罪别人导致人才两空,只要自己开心就好,塔罗牌是西方古老的占卜工具,通过塔罗牌占卜可以预测占卜恋爱,财运,婚姻等诸多运势运程,关注我为您提供塔罗牌一对一战,补公众号塔罗失业